其实早在2013年,金柏阳就摘得过世界花华大脚赛总决赛青年组的冠军 而来到2015年,18岁的金柏阳已经成为了男子花华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尤其是去年的中国杯,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比赛的他 凭借着勾手四周接后外点兵三周连跳这个前无古人的动作震惊了世界 本期走过2015,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一下这位花华新星金柏阳 2014年的锁器冬奥会 来自日本的国民偶像雨声结弦摘得冠军 也将花样滑冰的亚洲时代推向了巅峰 2015年,更年轻的中国小伙金柏阳横空出世 在收入成年组的第一场国际比赛中 他就完美地诠释了勾手四周接后外点兵三周连跳 成为了国际赛事历史上完成这个超高难度跳跃的第一人 金柏阳成了这一年国际花样滑冰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松花江上 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黑龙江哈尔滨被誉为中国冬季运动的摇篮 在黑龙江冰上运动基地 七岁的金柏阳伴着这样的声音与花样滑冰结缘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ui Shen and Hong Bo Zhao 这篇他熟悉的冰场似乎与十年前被有改变 可金柏阳已经成了孩子们眼里的大明星 孩子们口中的四周跳正是金柏阳赖以成名的杀手锏 勾手四周跳是目前花样滑冰领域难度最大的单跳 就是可能对于我吧 就可能就是不是属于技术动作的要点 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情就是专注完成的这种动作 道聊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意思听明白了 小金同学压根没把这事看得太重 他第一次跳过手四周 我记得跳了一两个 在冰场上我们教练让他跳一两个就成了 就成了特别漂亮 我但是特别惊讶 勾手四周跳的最大难度在于 滑行的轨迹和旋转的方向相反 空中四周的空转无法借助到滑行的惯性 完全是依靠运动员的绝对能力 而且周数不足无法落冰 在难度最大的勾手四周之后 再连接一个后外点兵三周跳 除了跳跃本身 连跳的加分同样可观 两套节目 包括勾手四周 后外点兵四周 后内截环四周在内的六个四周跳编排 或许在跳跃上 金柏阳的确是个天才少年 但是你说他真正有天赋 他也是练的 他训练实际上效率挺高的 他训练很动脑筋的 他这些跳呢 所说的有天赋 就是说他不像别人可能跳一年两年的这样的 他可能跳大概几十次 也就成了 四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四周 你喜欢旋转的那种感觉吗 嗯 喜欢就是特别失望过瘾 你转的时候是睁着眼闭着眼的 睁着眼睛 因为要看目标吗 要确定周数还是习惯只是 不是 就是所有都是睁着眼睛 闭着眼睛就是 可能感觉没 就是没有安全感 就可能转速太快了 在空中照相的时候 可能是闭着眼睛 你的游戏怎么来形容 如果你练新的动作 像更像是什么 可能就是升级呀 你可能跳一次的经验 可能会多一些 再跳可能会更高 就是慢慢积累 感觉越来越多 所以对于成 成的那一个就是会有很多的帮助 经验值会越来越高 对 雪槽会往下掉吗 雪槽有的人会吧 在这个冰场上 什么时刻是让你最享受的 摆色四周完成的一下那 就是可能在后一半 就是最后的一个 没有跳跃的步伐当中 就是你所有的动作完成了 非常高兴 就是想努力地表演给大家看 跳跃会让你兴奋 但是你会不会怕别人说 金波阳是一个指挥跳的孩子 因为现在的滑行表演 可能照前两年好的 就是特别多 但是还是差距那么大 就可能跳跃太突出了 今年五月 从黑龙江队到国家队 从青年到成年 师徒俩场上场下的交流 素来都是这么简洁 许教练寡言 低调 不过倒是因为他不爱说话 队员们都怕他三分 记得他刚来到您这儿报道的时候什么样 报道的时候那小的小的小孩子 什么印象还有印象 也有 先看看 跳不好之后 过来过来 那我再跳一次 我再跳一次 真应了那句老话 有其诗 必有其图 金波阳的寡言少语 也是在论的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非常喜欢你 黄远华兵 期待你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会永远支持你 你这个 只有粉丝们那些 你不感觉 我也不知道 他不爱智商 不爱语言表达 只是说有时候 他比较高兴的时候 可能跟你唠两句 甚至把两年以前 三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跟你聊了 然后就是说 当时发生 他不会去跟你沟通 还挺腼腆的 但是一上冰 他就 他就喜欢了 现在他也经常 是他第一个到冰场 冰车还在冰场上交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旁边 冰车还没 走到大门那个地方 他就 噗嚨就蹦进来了 已经就开始了 就能看得出 他一上冰很兴奋 你现在最喜欢玩什么 玩游戏 各种游戏 那这样 咱们做一个游戏 叫快问快答 你要在第一时间 凭第一反应回答我的问题 你家里人叫你什么小名 天天 你一般见到陌生人 开场白会说什么 不说话 点虾头 你最喜欢吃什么 最喜欢吃玉米 你觉得自己哪个部位最性感 酷鸭 你一般看到女神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如果你去KTVB点的曲目是什么 没去过 如果现在可以让你见一位大明星 你想见谁 陈陈楼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今天想干什么 去万人场 如果给你一个换脸的机会 你想跟谁换 这样挺好的 如果给你五百万你想干什么 五百万存着 如果赐予你一项超能力 你会选哪个 变身 隐形 穿越到过去 欲知未来 欲知未来 哪个事情会让你更伤心 失去你心爱的耳机 走失你的萌丑 新的比赛服装很丑 萌丑 以下哪个词形容你更贴切 宅男 暖男 文艺男 技术男 呆萌男 呆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柏扬的家住在哈尔滨一个老居民区里 和很多早早开始集体生活的运队员不同 除了集训和出国比赛 金柏扬全年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回到哈尔滨冰场基地训练的 而包括他在内的整组队员 也可以每天训练结束后 回家吃饭休息 享受幸福的家庭时光 我看你这玩的是这叠叠的侠道 也好贴的是最终幻想 你是喜欢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吗 最后类游戏 你在这个世界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喜欢竞争类竞速的 射击类 我喜欢打枪的 这两个是小饿吗 那这就是长不大 这差不多就这么大到 这叫什么饿啊 小太子 有种饿意 怎么这么饿 这个叫杠伯 这叫什么 杠伯 那个呢 小大条 为什么呀 杠伯 他小放上了 你那个小 你摸这他就能睡着 那他现在闭着眼 最终幻觉温度和湿度的要求 对 就是他温度不能 他超过35度 也不能低于25度 反正每天还得 往他这个那个饲料箱里头 喷一些水 让它保持湿度 听听你看你这柜子里这么多的奖牌 你最喜欢哪一块 最想给我们展示哪块奖牌 等会让我想一下哪个是我 我整理死了 这个金牌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金牌是啥时候的 这 日本 全战什么时候的 全战参加 不是 日本 啥时候参加过全战参加 对 对 对 13年的就是世界芳华兵 大奖赛总决赛的青年组 就是获得第一名的奖牌 大家都说 天天比同龄的孩子心里年龄要小些 纯粹能让他更专注 不想事的脾气 让他连自己的奖牌都分不清 但所有奖牌里他很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那枚青年组总决赛的金牌 因为那是冠军 总决赛的金牌其实并不在计划中 而他第一次进入青年组参加世界杯分战赛同样拿到了冠军 金柏阳的国际赛场起步可谓是一帆风顺 就第一次出国比赛就拿一个第一名 对对我很惊讶 就平常训练的那些就是跳跃动作发挥的完整非常出色 那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特别惊讶 我我说我怎么 我怎么拿第一来了 又是一个没想到 生成年组在中国战在北京打第二 这个想到了吗 这个也没有想到 就可能把我就是只是展示我 第一次参加成人 中国人就是亮相一下 可能也想展示一下就是歌手四周 歌手四周做成了是你想到的 歌手四周也没有吧 就是可能在节目当中完成了 我也很惊讶 没想到 那什么是你想到的 没有 有哪节事是你预料之中的 没有吧 金柏阳的粉丝都知道 她的小名叫天天 至于为什么叫天天 天天妈说 那是因为她姓金 原本就想取名叫金天 后来又觉得太随意了 所以只保留了天天作为小名 其实金天这个名字也不错 她更像是金柏阳的性格 做好今天的自己 毕竟唯有努力于每一个今天的今天 方能不辜负那个明天的明天 你觉得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期待 我期待可能会站在我希望 有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讲台上 我期待才讨论 我们不拟负责 香港人生的 外国人生的 其他人生活 无论